字幕提供 非常多 除了我們就西裝去打之外 我們要穿那套gear一起打 其實我們也有的 也有 不過沒有阿山聰那麼多 因為他是一直 一直留在反恐那邊 我們以前是反恐 後來就轉來隱形任務戰略部隊 就變成不用穿那套衣服 但是一樣有這麼多打氣 動作是之前 我最主要是準備體能 因為上一次拍攝超齡師姐的時候 我是完全應付不到 那個體能上拍攝的時間 那過程其實很辛苦 所以這次開之前 我就自己覺得我要去 提升這件事 我就去了Food Camp 去試一下 然後又找了一個教練 去幫我 所以在那個過程裏 我沒有想過我要有什麼成為 但是在那個過程中 發現了自己 真的可以表達一些肌肉出來 哇 真的很開心 我就還好 因為我一直都有做運用底 一直都有踢球 那 到我知道要拍這個戲之前 我有一段時間是加強了我的運用 就是以前我就算在香港 我有時間我都不會每天去跑步的 可能兩三天跑一次 但是那段時間開始 我就每一天都去跑 那現在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都會盡量去跑步或者做運動 但是暫時 這幾天就不行了 因為這十幾天都是開這個廠 就一大堆對白要說 我們一次過把三十集裡面的案情 全部說出來 所以變成這幾天 就不打算做運動 但是完了這個景之後 我相信又會再操體能 因為接下來真的有很多動作戲 體能的負擔應該很大 尤其是現在天氣這麼熱 外景打的時候會挺辛苦的 但是我相信我可以應付到